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173章欺负人啊 他身后的那群小跟班都是那些流里流气的少年 李虎这一招呼他们就猛的扑上来 然后对着他就一阵拳打脚踢 罗文也不是一个吃亏的人 但是奈何他一个人对上这一群人 怎么也是打不过的 如果不是他平时喜欢打篮球 身体素质比较好 现在恐怕早就被揍成猪头了 别打了 住手 李虎 你快住手 李虐在一旁干早急 一时间却忘记跑到学校去找保安了 狠狠地揍了一顿 李虎这才感觉出了胸口的一口恶气 他怒气冲冲地说 罗文 你特妈的连饭都吃不上的穷鬼 也敢跟老子抢女人 你再不离李月圆一点我打残你 饶是自己身体素质好 但是被这一群人围上 罗文也是被打地鼻青脸肿的 他站起来 用不屈的眼神盯着李虎道 你休想 你想死老子成全你 李虎大怒 他顺手抄起身边一根木棍 就向罗文脑袋上砸去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结实的手臂伸出 稳稳地握住了那根木棍 同时一个淡淡的声音传来 想在喜欢的女人跟前成勇 就霍情敌单挑 你这样仗势欺人有什么好下拜的 确实叶浩轩赶过来了 罗岩看到 自己弟弟鼻青脸肿的模样 他不由得吃了一惊 连忙拉住罗文问 文文 你怎么样了 没事吧 姐 我没事 罗文摇摇头道 你是谁 松手 李虎钉这叶浩轩脸色不善地喝道 我不松 你让我松我就松 那我多没面子 叶浩轩淡淡地笑了笑 他右手没有一点松开的意思 李虎大怒 他猛地一抽 想把手中的木棍 从叶浩轩的手里抽出来 但是他这一抽 却没有一点用处 木棍在叶浩轩的手里纹丝不动 他战红着脸 再次猛地抽了一下 这一次 他用上全身的力气 就在这个时候 叶浩轩的右手 毫无征兆地松开了 李虎猝不及防之下 仰后变道 直接摔了个四脚朝天 李少 你没事吧 旁边有人手忙脚乱地 把李虎给扶了起来 你特妈的是哪里来的小子 连本少的事情 你也敢管 你活得不耐烦了吗 李虎站起来破口大骂 我不想管闲事 但这是我弟弟 你们真想玩的话 不如我陪你们玩一玩 叶浩轩说 这捡起地上一块青石头 拿在手里细心地 用真气掰成一块一块的 李虎打了一个机灵 你马这还是人吗 这可是石头啊 能用双手 把这石头掰成一块一块的人 这到底是神马人物 怎么样 要不要来 叶浩轩把手里的石块丢下去 然后拍拍手道 罗文 算你小子运气好 你等着 李虎装枪做事地对着罗文警告了一番 然后拾去地带着自己的小弟们 一溜烟式地跑了 罗文 你没事吧 李月担心地问 没事 罗文笑了笑 一不小心碰到了身上的伤 疼得直抽冷气 我爸派的人来接我了 我走了 下星期别忘了给我补课 另外记得找个医生看看 李月领走的时候还交代了一番 目送这李月离开 罗文的眼几乎都要发直了 老弟 你看够了没 这是哪家千金啊 罗言夸张地说 姐 你别取消我了 罗文苦笑了一声 这才打量这叶浩轩 有些疑惑地说这位大哥 看这好眼熟啊 笨 不就是那天早上跑步时候遇到的那位吗 罗言白了他一眼 然后看向叶浩轩的目光带着一丝一样 哦 原来是你啊 罗文恍然大悟道 刚才的事情谢谢你了 谢什么 你姐弟两人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叶浩轩拉过他的手臂 按这一块青紫的地方道 疼不疼 撕 清点疼 疼 罗文守合注意到自己身上的伤 叶浩轩一动之下 他痛得直抽冷气 打架的时候 不是一味地用蛮力 而是想办法 在给敌人造成最大伤害的同时 不让自己受伤 叶浩轩一边说 一边度过真气 在罗文受伤的地方轻轻地暗柔着 片刻以后 罗文便感觉身上的伤不那么疼了 他活动了一下手臂 惊异地发现 手臂上的瘀青已经消失不见了 好厉害 你是怎么做到的 罗文惊讶地说 他是个中医 走吧 回家吃饭 今天姑妈回来了 他大展厨艺 我们可有口福了 罗言笑道 真的吗 姑妈回来了 他的病好了吗 罗文又惊又喜地问道 当然是真的 以后他就和我们一起住下了 那好啊 哈哈 好久没有吃到姑妈 做了红烧肉了 这一次可以大饱口福了 罗文兴奋地笑道 走吧 以后遇到这种人 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把他往死里揍 叶浩轩淡淡地说 嗯 我知道 我以后不会手软的 罗文狠命地点点头 三个人一起挤公交车 回到家中 一到家门口 一阵相开便急传来 罗言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道 看来姑妈是真的好了 好久没有吃过他做的菜了 姑妈 姑妈是你吗 罗文打开门便跑了进来 只见罗华正端这一盘红烧肉 从厨房里走出来 是我 小文 我都不记得上 似是什么时候见你了 一眨眼你就长这么高了 成了一个帅小伙了 罗华看到 自己侄子 一时间不由得激动的热泪盈眶 他本来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这姐弟两人了 在医院的时候 他成天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偶尔在夜间清醒的时候 也是躲在无人的角落哭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个毛病还有康复的这一天 姑妈 罗文上前给他一个拥抱 好了 姑妈回来了 以后不走了 就在这里照顾你们姐弟两个 罗华是去眼角的泪说 好 姑妈 没事的 你以后就和我们再一直住吧 你老了 我们养活你 罗文笑道 好 好 小时候 我没有白疼你们 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我去做你们姐弟两个最爱吃的菜 罗华高兴的说 好的姑妈 辛苦了 罗文嘻嘻一笑 叶大哥 坐吧 我姑妈的手艺相当不错的 罗言笑道 叶浩轩点点头 只见桌子上已经摆了几个小菜了 有一盘大块的红烧肉 还有一个清蒸鲤鱼 一个小鸡炖蘑菇 罗华的手艺的确不错 这几个菜浓香四溢 色泽极好 让人一看就有种流口水的感觉 等炒完了最后一个菜 罗华从厨房里走出来 她解下围裙道 吃吧 尝尝我的手艺现在退步了没有 好久没有做饭了 姑妈的手艺一直是很棒的 罗文黑黑一笑 迫不及待地拿出了筷子 小叶 尝尝这个 我最拿手的 罗华加起一块足足有三两种的红烧肉 加到了叶浩轩的碗里 他做的红烧肉 有点类似于东坡肉 快大料足 但这块红烧肉颜色鲜亮 汁水浓郁 让人一看 就有种食指大动的感觉 叶浩轩点点头道 谢谢罗姨了 我也是个吃货 呵呵 今天是有口福了 他加起红烧肉 咬了一口 入口汁水四溢 那浓香的味道 在叶浩轩的舌尖散开 有种让人险些把自己的舌头都吞下去的冲动 叶浩轩无了一声 然后把这块肉吞下肚去 只觉得口齿流香 罗姨 好手艺 叶浩轩不自由主地伸出大拇指 他之前吃过的红烧肉也不少 但是没有一次吃的红烧肉 有现在吃的好吃 这块红烧肉甚至可以说 达到了一个至高的境界 这是秘质的 罗家祖上传下来的 可惜我怎么也学不会 罗言一边吃 一边有些惋惜地说 我得把这秘方给好好的保存下来 免得以后失传了 哈哈 老姐 那是你没有做饭的天赋 罗文不失实际地笑道 敢嘲笑你老姐没有做饭的天赋 你这些年不都是吃我做的饭 罗言瞪了他一眼道 嘿嘿 所以我长这么大 真的不容易 罗文笑道 罗姨 其实你这个手法 完全可以开家电的 叶浩轩若有所思地说 我也就做这个拿手了 罗华笑道 一朝鲜 吃遍天 其实 我有种食补的方子 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个融入肉里面 做成药膳 不仅味道好 还可以治病 我想生意一定很火爆的 叶浩轩放下筷子 他想到在港地还没有养生膳房 薛听雨迟早要开到这里来的 不如他先为薛听雨扑扑路 可是我不会做生意啊 罗华有些犹豫地说 这没关系 一学就会 我保证加入中药材 你这个红烧肉能红遍大半个港地 叶浩轩笑道 真的 罗华开始动心了 他现在才四十多岁 还年轻这 如果不是之前他生病不能自理 现在他恐怕还在工作 与其在家里成天洗洗刷刷 真的不如开家电 做做生意 当然 我写些药材 你回头制作试试 一定会成功的 叶浩轩笑道 我这个情报 这一段事情就会被他称了 我钥虎会 还是访不知